雷帝网乐天1月9日报道,小米集团,1810HK,1月9日,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,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信心,小米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兼CEO雷军,和其他控股股东,承诺持有的所有股票,继续锁定365天。 同时,小米集团高级副总裁CF欧洲收资,并做出同样的承诺。 根据此前小米集团向港交所递交的招股书显示,雷军在小米集团的持股比例为31.41%,其通过AB股双重股权架构表全权超过50%,为小米集团控股股东。 同时,公高车,雷军在上市前获得的不超过613659万6190,类股,激励股份,资论与慈善购。 这是2018年4月2日,为董事会运克雷军对公司贡献而授予的,占当是公司总股本的2%。 第二,小米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,小米智能手机总收入350亿,同比增长36%,截至4月26日,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,全年突破1亿台。 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,小米已连续4个季度,保持印度市场手机出货量第一的地位,西欧市场出货量,同比增长386%,排名行业4,印尼的智能手机出货量,同比增长337%,排名第二。 据悉,小米于2018年7月9日上市,今日6个月净收期结束,这意味着25%的股本,目前是值约170亿元,可以在市场上流通。 当前,除了雷军外,小米联合创始人,总裁林斌,也应该解禁。 林斌目前持有约12%股份,当中A类占约10.1%,B类占1.6%, 雷地出网游资深媒体人雷建平创办,为投票前约作者。